騎乘越野機車入山搜尋 因為有五人一度消失在五屆山區 生死未卜 就像這樣捲起庫管 手拉著手塑膝慢慢走 26號來自台中清水區公所 舉辦四強活動 一共24人 包括員工跟眷屬前往五屆健行 其中21人塑膝前往一線天 邊欣賞大自然的鬼斧神宮 原定中午要到部落用餐 一行人未歸 直到傍晚當地村民先找到19人 但當地一名領隊兼司機 以及四名員工失聯 村長火速組織民間搜救隊伍 分頭入山 十年的五人包括當地九人坐司機 兼領隊檢訊男子 以及公所四名行政助理 當中有區長的六十五歲司機 還有公班 有第一批獲救的團員說 二十六號當天天氣晴朗 並沒有下雨 研判十點的成員 應該是在山中迷路 我知不知道 聽到很高興的就是 昨天那五位睡在一起 這是好事 找到這兩位先行趕回來求救的 體力比較好的 經過緊急消極 民間團體全力搜救 分別在上午九點數分 找到嚴信男子 九點四十八分 找到柯信男子 兩人身體狀況良好 另外也陸續掌握到三名失聯者 在更上游處意識皆清楚 但其中一人腿部不適 所以下撤速度較為緩慢 區公所的員工舉辦年度自強活動 開心出遊 走入地形複雜的山林 深夜傳出五人失聯 狀況不明 南投機台中的消防局 還有民間搜救團體大陣仗動員 好在搜救人員已在上游 接觸到剩餘的三位失聯者 拿著清水區公所進行活動 紅布條 員工開心合照 還把五屆地標招牌取景 排下來 他們一群二十四人 來自台中清水區公所 自強活動外出踏青 到五屆一線天出遊 沒回來吃午餐 有十九人被村長村民找到 另外五人則一度沒了音訊 根據瞭解這群員工自強活動 原定是要去看水庫 但有人突然提出 改地美景是一線天 一行人變改變路線前往一線天 才第一站就發生意外 五人傳出失聯消息 走進溪谷 兩側岩石峭壁 形成的一線天 鬼斧神工大自然 不想徒步走 就只能依賴四輪船 動車才能到 讓很多野路愛好者趨之若霧 比較在地的那個類似向寨 所以應該還可以還好 就是隨時注意情況就好 第一次來 應該感覺到還不錯 那這邊你會不會覺得 有走私的風險 有人帶的話 應該說是還可以的 兩年前就有台中 兩個家庭六名成員 來到一線天附近的 西床野營 因為五屆壩異常放水 造成西床野營客四死 當時也是農曆七月發生的悲劇 兩年後清水區公所 傳出員工自強活動 一度有人失聯 外傳家屬之一 向導是當地人 跟著走全迷途 幸好十年時天氣良好 無風無雨 最後警銷民間動員 在上游處走到五人 虛驚一場 三星吳宗澤 吳昆宇審明志 SC小組 南投報道 雁劍 堤宗 民間投票 聯合 查報 凡